那么讲完了符合资本条件的支出之后 我们再说一下废话的会议支出 那么这里边都已经告诉你是属于废话的 实际上这一段话我们教材也是重新的进行了表述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修理费用等会议支出 是不符合资本化确议条件的 那不符合资本化确议条件的 应当按照说议对象 只有当期损益或者是进入到的相关的资产成本 并根据不同的情况还进行快据处理 那么这一话就前面这一小计划 就可以做一个出题点 那如果仅仅是从它的表述上 你来直接的进行判断 说不符合资本化确议条件 那就直接全部进当期损益 不是这样的 这里边它是分情况的 它是按照受益对象看清楚了 还有一个货呢 不符合资本化确议条件的 按照受益对象 一进入到当期损益 二也可能是进入到了相关资产成本 这一句话呢一定要注意它的表述 那具体账工处理是 与存货的生产和加工相关的固定资产的 或者支出 比如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日常修理费 那么就按照存货成本确认原则的 来进行快据处理 那说的直白一点就是 生产设备的日常修理费 我们是要进入到了存货成本里面去的 当然这一句话呢 表述上也是存在一定的奇异 你按照存货的成本确定原则来进行快据处理 那有没有可能进入到营业成本呢 有可能 那比如说日常修理期间 我们肯定是不生产产品的 那你发生修理费到底进到哪里面去 是不是可以进入到营业成本 可以 所以它仅仅表述为 按照存货成本确定原则 来进行快据处理 但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就是 把这个日常修理费呢 就是直接给它进入到的成本成本里面就可以了 那么与行政管理部门 企业专设销入机构发生的固定资产日常修理费用 是按照功能呢 来进行分类 是要进入到管理费用 还有销售费用 比如说行政管理部门的 那自然就是管理费用嘛 销售机构的固定资产日常修理费 自然是进入到了销售费用 考试的时候呢 这些内容是要作为客观题的出题点 也就是说上述的内容 要求呢 是要记忆的 当然并不是全部背后下来 一定要掌握呢 它的关键词 这是2021年的一个大选择题 是管理的固定资产的会计量 甲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 只要告诉你增值税一般纳税呢 那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就说相关增值的基项税额呢 是不能进入到相关资产成本 2010年的12月 甲公司购入一条生产线 实际成本呢是5000万 5000万里边告诉你了 其中控制装置的成本是800万元 甲公司对该生产线 采用年限平均法基地折旧 就是说这个5000里边呢 是包括这800万 告诉你基地折旧的方法 年限平均法 使用年限的20年 预计净残值是零 那就不考虑预计净残值 那么18年末 甲公司对生产线进行更新改造 告诉你了是更新改造了 那你就马上马上10月出来 他所相关的支出呢 是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支出 更换控制装置 此期呢就有更高的性能 那有更高的性能 那就说能够给企业带来的 经济利益 更换控制装置的成本是1000万 增值税我们是不考虑呢 他的取得成本的 另外呢更新改造过程中发生 人工费用呢是80万元 外购工程物资是400万元 而且告诉你是全部用于呢 该生产线的增值税 我们再确定了 这个资产的成本的时候呢 是不考虑的 2019年的10月 生产线完成更新改造 而且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达到了预定可持有状态 他的问题是 不考虑了其他因素 该生产线更新改造后 更新改造后 那么他的RUN金额呢是多少 那也按照我们前边所讲述的 直接根据呢 更新改造前固定资产专门价值 我要减去被替换部分的专门价值 再加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就行 那么先需要计算 更新改造前固定资产专门价值 要计算固定资产专门价值 是根据他的原值 然后减去呢 我来一拯救 当然我们这题呢不考虑了 这个固定资产减准备准备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具体看一下呢 他的一个计算过程 我们是先计算了 更新改造之前 固定资产专门价值 直接根据他的原值 减去呢 雷一拯救 因为资料里面也说了 他是二某一零年的12月呢 取决的 当然增加 当然不提是从二某一年的 1月1日开始计题 二某一年的1月1日 那么至二某一八年的 12月呢 31日 那就计题了 8年的拯救 所以呢是5000万 原值 除以呢 20年 因为他预计 净参值为零 这是更新改造前 生产线的账面价值 然后我们还需要再减去呢 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因为这个5000万里 是包括800的 所以这个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他也是根据呢 他的成本减去8年的 所进取的折救 那计算的结果呢 就是480万 然后再根据 更新改造前的账面价值 扣除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再加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那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就是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 也就是说你更换 控制装成本呢 是1000万 还有呢 更新改造过程中 发的人工费呢 80万 你还外购工程物资 400万呢 全部用于呢 的生产线 你把这1000万 加上80 加上400 就是 那么计算结果呢 就是4000万 所以呢 正期的选项呢 就是B选项 当然如果说 你把这个数字 那如果说 你把数字 你变成文字 它不就是计算公式了吗 更新改造前的账面价值 减去被替换部分账面价值 加上更新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这不就是计算公式吗 你可以呢 把这个数字呢 换成文字 当做公式呢 来经济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2019年的 这么一个斗奥选质体 是关于固定资产的 灰激点 下来各项呢 关于固定资产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也就是ABCD的 来说还是正确的 我们看一下A选项 为提高 这个为提升性能 进行更新改造的固定资产 停止呢 进行折旧 因为他说的是 为了提升性能 那提升性能自然是 属于呢 相关的支出呢 应该是要属于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 是要停止呢 进行折旧的 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我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要给它转入到了 这件工程了 上面上没固定资产了 那当然肯定是要停止呢 进行折旧 所以选项A呢 是复合提议的 对于选项B 为保持固定资产 它使用状态 发生的日常修理支出 与资本化 进入到固定资产成本 那这里边呢 需要注意的是 他说的是日常修理支出 而且仅仅是为了保持固定资产 使用状态 什么叫保持固定资产 使用状态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没有提高它的性能 没有提高它的性能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日常修理支出 是不能进入到固定资产成本 你没有提高它的性能 所以对于选项B 它是不符合的提议的 对于选项C 已签订不可持缴合同 逆按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 出售的固定资产 停止提折旧 并按照账面价值 节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它仅仅是签订了一份合同 仅仅是签订一份合同 签订合同并不必然导致 固定资产的终止确认 所以还不存在了 什么停止继续折旧 和节转到固定资产清理的问题 那可能我是签订了一个合同 但是可能说三年之后 我才出售 那你能做固定资产 终止确认吗 当然不能 那么针对低选项 已经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 但尚未办了进攻 结算的固定资产 以再估价值为基础继续折旧 这个值点也是很长 这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里面已经告诉你了 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 因为没有办理进攻解散 所以我不知道它真实的造价 所以我是以暂估值入账的 当然也是以暂估值为基础 对固定资产的体力折旧的 所以选项D 它的表述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里的正确选项 应该是选项A 还有选项D 特别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选项B 一定要注意它的关键点 所以有些内容可能说 我们教材上有些表述 我们知道你根本就找不到原文 这就需要你进行识别和判断 就看你的理论功底如何 我们再看2016年的 这么一个大案 则提 是关于固定资产的会议支出 那么它的问题是 不考虑了其他因素 下来各项关于 甲公司对生产线改造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然后截转固定资产时 那么它的run价值中 正确的是 简单来说 就是更新改造后 固定资产的 入浪价值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 我们前面所讲的 重新确定的固定资产原值 甲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 那就说相关在确定的 资产成本的时候 我是不考虑了增值税的 2018年的5月 甲公司对一条生产线进行改造 那么这条生产线改造时的 专门价值 3500万 3500万里边 它其中 包括了一个冷却装置 其中拆除原冷却装置部分的 专门价值是500万 3500万里是包含了 这个冷却装置的专门价值的 500万 生产线改造过程中 发生下列费用支出 第一项是购买新的冷却装置 这个我们在计算 重新确定了固定资产的原值的时候 这个是要考虑的 增值税的我们是不考虑 因为它增值税一般大事 在资本化期间内 告诉你的 是在资本化期间内 发生的专门借款利息 这个是要进入到的 更新改造后固定资产成本 这个需要考虑 生产线改造过程中 发生的人工费 它是在改造过程中发生的 所以一项支出 可不可以资本化 我们首先 就是可不可以 做一项进入到资产里面去 一个是要考虑 它的时间节点问题 第二是要考虑 它的性质问题 它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一样支出 所以生产线改造过程中发生的 那么这个320万 肯定是要进入到 这个更新改造后 固定资产中央价值 理由的原产量200万 这个需要考虑 不要考虑 涉税问题 外购工程物资400万 而且告诉人 全部用于资产线 增值税不用考虑 所以你就把这些金额 相加上就可以了 还是根据 刚才我们讲的计算公式 根据更新改造前 这一题相对来说的 是比较简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讲 更新改造前 它已经直接告诉你了 专门价值了 不需要你来进行计算了 而且也告诉你了 被拆除部分的专门价值 所以就直接根据 3500万减去 被拆除部分的专门价值500万 然后再加上 我们所讲的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就可以 加上1200万 加上专门计算利息80万 加上人工费320万 利用的原材料200万 也要加上去 还有外国工程物资 400万也要加上去 那么计算的结果是5200万 所以这题的正确选项 应该是C选项 这里边是给出了 相关的计算公式 更新改造前的账门价值 减去被替换部分的账门价值 再加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就行了 所以考试数通常会涉及到计算的 当然它也可以结合 折旧来进行出题 所以关于符合资本化条件 支出加折旧 计算上难度是比较大的 上面我们再看一下第三节 固定资产的处置 我们这节一共是包括三个指点 首先是关于固定资本化条件 第二指点是固定资本化条件 处置的账门处理 那可能会涉及到 关于计算的问题 比如说2019年综合体部分 涉及到关于固定资产处置 处置所言的计算 还会涉及到跨级分楼的编制 第三个指点就是固定资产清查 包括了盘盘亏 我们先看第一个指点 固定资产中止确认条件 那么所谓中止确认条件 什么叫中止确认 中止确认简单来说就出表 就是说这项资产 你就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中 来进行反应 这个叫中止确认 那么根据准则的规定 固定资产满足下来条件 第一的应当中止确认 一该固定资产是处于处置的状态 那如果是处于处置的状态 它根本就不符合固定资产的定义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固定资产 它的持有目的适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者 那么你现在持有的这一项资产 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对外出售了 它根本就不符合固定资产定义 更别说什么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了 所以该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 不符合固定资产定义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条件 该固定资产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 不能产生经营利益 但凡是一项资产 都要给企业带来经营利益 那如果不能够给企业带来经营利益 我们是不能把它称之为一项资产的 所以不能产生经营利益的固定资产 肯定是要做终止确认的 关于固定资产处置的情形 包括哪些 包括了出售转让 报废鬼祟 对外投资 非货币资产交换 还有债务重组 那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对外投资 那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后来 所讲到的长期股权投资章节 关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还有债务重组 会涉及到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还有债务重组 也就是说关于固定资产处置 可能会涉及到 其他准则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要注意相关章节的这么一个链接 那么其中的转让报废 这个出售转让 报废回随 那性质上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对于出售转让 你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表述 出售转让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项固定资产 它是还是具有一个使用价值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 它没有丧失功能 这个叫出售转让 那如果是属于 报废或者是回损的话 你告诉我 它还有使用价值吗 没有 它是丧失了功能 所以对于出售转让 它就潜台词告诉你 这项固定资产 还有使用价值 还没有丧失功能 如果是报废回损 说明它丧失功能了 已经不具有使用价值 那我在账户处理上 是有所区分的 出售转让 利得 损失 我们是要进入到资产处置损益 那报废回损 那可能我们就需要进入到 引业为收支了 那这里边 还是需要注意这些细节的东西 要注意它的表述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固定资产的处置 包括哪些情形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们再说一下固定资产处置的账户处理 我们先说关于出售转让 还是那句话 出售转让 说明这一项资产没有丧失功能 还是具有使用价值的 对于出售转让 我们在具体的账户处理上 是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化归为持有代表类别 而持有代表类别 是我们教材第15章需要学习的内容 就涉及到结块准则 第42号准则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放到第15章来进行讲解 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出售转让 未化归为持有代表类别的 如果没有化归为持有代表类别 那么在处理上一定是分 刚才我们讲两种情况 也就是说你在处置的时候 它有没有丧失功能 还有没有使用价值 比如说是因为出售转让 而终止确认的 那么在进行快捷处理的时候 我们需要通过固定资产清理 这个科目来归集损益 那么相关的利得或者是损失 我们是要进入到资产处置损益 这个科目里面去 这里面需要注意 那如果是因为报废回损 报废回损指的是丧失了功能 也就是说它没有使用价值 所以因为报废回损 而终止确认的 当然我们也是通过了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来进行归集 那么相应的利得 我们就进入到影院收入 那损失最终是要进入到影院支出的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要求还是要区别一下 做题的时候 审题要细致一些 那么下面我们就说一下 具体的一个快递分路的编制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是要转入到固定资产清理 发生的清理费用 借机固定资产清理 关于出售和产料等 因为在固定资产清理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产的产料 那么这个产料 你可以给它直接卖掉 那就进行银行存款 那如果这个产料觉得还能使用 那我们就重新办理入库 那原材料不就增加了 借机的原材料 然后代机固定资产清理 它这里边也可能会涉及到增值了消息税 那也就是说 你在进行出售的时候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涉税问题 关于保险赔偿这一部分 那借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 代固定资产清理 那么最后 把固定资产清理这个科目的借贷方 自动冲底之后 会有一个余额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形 那就是关于处置利得 那如果是处置利得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把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的余额 因为在进行账务处理之前 那么这个固定资产清理 它是代方余额 因为它的借方 归集的是我们所讲的成本 代方主要是我们所讲的所得 所以它如果是代方余额的情况下 它实际上是一个利得 那利得的情况下 肯定要从它的借方给它转出去 那么截转的时候 是非两种情况 也就是说这一项固定资产 它有没有能丧失功能 就是它还有没有能使用价值 那如果未丧失功能 利得是要记录到资产出的损益 那如果丧失功能 比如说报废等等 我们是要记录到的 引以外收入的 那如果是损失的情况下 我们是要借记资产出的损益 丧失功能借记引以外支出 所以这些部分内容 都要求了是要记录的 那可能有同学会说 反正都是记录到损益 有什么区别吗 有 因为资产处置损益 会影响业利润 而引以外收入 引以外支出的 不会影响业利润 再看第三个指点 固定资产清查 我们在第二章也学了 关于存货的清查处理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 应该是要做一个比较的 后面我们会给大家的 就是列出一个表格 把关于存货的清查 固定资产清查 还有工程物资的清查 包括库存现金的清查 然后放到一起来进行 比较掌握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形 固定资产盘盈 那什么叫固定资产盘盈呢 所以盘盈指的是 实际大于账面 不管是盘盈 还是盘亏 我们永远都是调账 一定要注意 我调整对象 可不能调实 不要调账的 那实际大于账面 我肯定要把账面 做一个调整 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是盘亏 因为实际小于账面 我就需要把账面 做一个调整 所以盘盈盘亏 永远是调账 我们先说一下 账户处理原则 对于盘盈的固定资产 那首先 它的性质 是要作为前期差错 进行快据处理 这句话 我们要求是要被做的 包括我们第二章 所讲的存货的盘盈 那存货的盘盈 盘盈 实际上盘盈盘亏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 一项差错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仗势不符 你仗势不符 就是一项差错 所以盘盈的固定资产 是作为一项前期差错的 来进行快据处理 那么报经批准之前 我们是要先通过了 哪个科目来进行核算 这个需要被送的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针对盘盈的固定资产 因为我们需要把账面 做一个调整 那我肯定是要借机固定资产 那金额怎么确定呢 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 是讲过的 盘盈的存货 盘盈的固定资产 我们都是按照的 重置成本 来确定其入账价值 那具体编制快据飞动的时候 分两个时间节点 报经批准之前 我们是借机固定资产 那金额呢 是按照重置成本 然后代记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报经批准之后 要把这个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的金额 我要给他记录到哪里面去呢 是要记录到留存收益 记录到留存收益 那就云公积 利润分配呢 会分不利润 我们假设呢 不考虑了损失的问题 关于这个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节转入留存收益的金额 如果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都是公司的企业 而公司的企业呢 需要按照10%呢 来提起呢 法定云公积 所以是要乘以10% 记录到了云公积 云公积乘以90% 记录到利润分配呢 会分不利润 再说下关于固定资产的盘亏 那么针对固定资产盘亏 它的意思呢 就是实际的比账面的要少 所以呢 为了达到仗势相符 我们需要把账面的作为调解 所以呢 在具体的跨率处理上 固定资产盘亏造成的损失 我们是要记录到的 影院支出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出题点 那么针对固定资产盘盈 是不是应该记录到 营业收入呢 当然不是 是要记录到的所有权益 是要记录到的 留存收益的 所以呢 报经批准之后 要注意呢 它的一个区分 那具体快速处理的时候 我们都是先通过的 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快差速呢 是通过了以前年度的 所以调整 但是针对的固定资产盘亏呢 它是通过了 代处理呢 才能损益 当然这个金额呢 是按照账面价值 所以呢 按照呢 账面价值 借记呢 带出的财产损益 然后借记呢 一折就 借记固定资产益准备 带记呢 固定资产 报经批准之后 对应收取的赔款 借其来应收款 然后带记呢 带出的财产损益 那么差额这一部分 我们就进入到了 影业外支出 这是呢 它的一个出题点 你别给它 进入到什么 所谓的权益啊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把盘亏的 快递费路啊 和我们刚才讲的 固定资产盘益的 快递费路 你要放到一起呢 来进行比较了 那么这个支点 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是把 涉及到资产盘益盘亏的 一些相关内容呢 给大家啊 就是做了这么一个表格 当然这个表格呢 还是希望呢 就是各位呢 在客下呢 找个时间呢 有些要点呢 还是需要进行背诵的 我们先说一下 资产里边的扩存现金 那扩存现金 那么在清查过程中 也会出现呢 盘云盘亏 当然它的表述上 可能有所区分 但是也是这个意思 叫易于或者是短缺 易于呢 就是我们这里面的盘云 短缺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盘亏 当然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也是按照节点呢 来进行掌握 这个批准之前 我们都是通过的 科目呢 都是通过的 但处理呢 才能随意 这一点呢 就要注意 因为是盘云呢 我们肯定是要借记呢 扩存现金 待记呢 待处理才能随意 那关键点呢 区分就是在批准之后的处理 那批准之后 那么针对盘云这一部分 如果是属于无法查明原因的 一定要注意呢 我们是要记录到的 宁愿收入 那么针对盘亏 要注意 无法查明原因的 我们是要记录到的 管理费用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CP教材呢 并没有收漏进来 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呢 会计取证考试里边呢 是有的 比如说初级啊 中级啊 这个都有 所以呢 这一部分呢 我们只要要求你关注一下呢 关于库存现金的盘云盘亏 报经批准之后 无法查明原因的 那么它的处理呢 是不一样的 那一个呢 是记录到管理费用 一个呢 是要记录到的 营业来收入的 那么针对存货的盘云盘亏 当然在具体的处理上呢 我们也是分两个时间节点 那就是批准前 还有呢 批准后 那么这些内容呢 我们在学习第二章 存货的时候呢 都已经讲过了 那么要点不备呢 也用特殊颜色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标注 那就是提醒你在复习的时候呢 还是要关注一下 随着里边呢 我们就不再进行重复了 那么针对呢 工程物资 也是我们本章第一节呢 所讲过的 就是关于呢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那么关于工程物资 那么它的盘云盘亏 报废回损应该如何呢 来进行快据处理 当然这里边呢 一定要注意 工程物资的盘云盘亏 要注意第一 它发生的时间节点 比如说 它是不是 这件事期间发生的 还是呢 工程完工之后 所发生的 所以这个发生的时间节点呢 我们要求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么对于 工程物资的盘云盘亏 有没有通过 刚才我们所讲的 带处理才能随意呢 没有 所以呢 还是要注意呢 它的区分 那么这句话 实际上也是可以呢 作为选择体的一个选项 当然如果是因为 自然灾害 所造成的 工程物资的盘云 那我就不考虑呢 它发生的时间节点了 不管你是在 监制期间发生的 自然灾害 因为自然灾害 发生的一个盘云 还是工程完工之后 因为自然灾害 发生的一个盘云 我们是均记住到的 业外支出的 所以呢 对于跨地处理上呢 并没有要求说 要通过呢 再处理呢 才能损益 对于固定资产的盘云盘云呢 是刚才呢 我们刚说过的 特殊的 颜色标注的不菲呢 就是我们要求 你关注的要点部分 也是它的初提点 你比如说 对于盘云 是作为前提差错 我们在经营 快速处理的时候呢 是要通过 以前年度 随意调整 而针对盘云呢 是通过了 带处理 才能损益 这一点呢 还是有区别 因为刚才我们所 讲解的是通过呢 这个比较的快递分路 当然考试的时候 可能不考你快递分路 比如说在主观题里 可能会要求你 编快递分路 当然在客观题里边呢 可能就直接考你了 张处理了 所以呢 针对库存现金的 这个短切 异于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盘云盘亏 这个异于实际上就是刚才的 我们所提到的盘云 短缺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盘云 一定要注意呢 报经批准之后的处理 那有险呢 是要接受到管理费用的 那有险呢 是要接受到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收入的 所以这些内容 报经批准之后的处理呢 是非常容易呢 出现好点的地方 所以呢 库存现金啊 存货 工程物资固定资产 报经批准之后 应该如何来进行跨离处理 那么这些账户处理的表述呢 你最好给它背诵下来 内容还是不少的 关于资产的盘云盘规呢 是可以单独来一个客观题 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小节讲完之后呢 关于第三章固定资产呢 我们今天讲点就全部结束了 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呢 下面我们对本章注意小节 针对固定资产准则 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确认的问题 那就是说一项资产 它到底是不是固定资产 那特别的需要注意呢 它的核酸内容 当然考试的时候呢 它通常会结合土地使用权来出题 这个难度不大 签认完之后呢 就是计量的问题 包括初始计量 后续计量 期末计量 那初始计量呢 主要解决的是 不同的取得方式下 固定资产它的取得成本 特别是针对呢 刚才我们说这个 第一节呢 所学习的外购 那么关于外购固定资产 那么它的成本 一般包括哪些内容 这个需要被送的 特别是关于专业人员服务费 还有呢 培训费 你要给它区别清楚 专业人员服务费呢 是要寄入到资产成本 而培训费呢 是要在实际发生实际 当地损益的 外购里边呢 有两种比较特殊的外购 那就是一笔款项 购入多项的 没有单独标要的固定资产 那么如何来确定 这个固定资产 它的取得成本 还有呢 以分析付款方式 外购固定资产 具有融资性质 那么我们应该是 以限职为基础 来确定了固定资产 的入望价值 教材呢 是有相关的举例 那么第二种取得方式呢 就是我们讲的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因为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是几乎每年必考的一个 必考的一个指令 因它的合算呢 更于复杂一些 所以呢 关于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它实际上又包括了 自营和出包 特别是关于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从仓库里边领取原材料 从仓库里边领取固定商品 关于设施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还有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非常容易结合呢 借款费用准则 来出计算分议题 这一部分内容呢 很重要 那么除了外购自行建造 还有呢 其他取得方式 那么其他取得方式呢 就会涉及到 其他聚集快准则的 一些相关规定 比如说 非互动资产交换方式 还有呢 摘物重组方式等等 关于出入计算里边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交易 比如说气质费用 比如说安全生产费 那么针对特殊行业的 特定固定资产 比如说核电站的 核设施 核反应堆 应该呢如何来进行处理 虽然这个气质费用 相关规定 也会涉及到一些相关的计算 叫它那个立体呢 可能会出现难野考点 这个我们前面呢都讲了 还有呢 安全生产费 安全生产费 主要注意呢 它的账用处理 也就是两个时间节点 一个呢 是起起时怎么处理 第二个呢 就是你使用时 怎么尽快处理 所以呢 初始计量呢 是非常重要的 初始计量之后呢 就是我们讲的后续计量 那么后续计量是包括两项内容 一项就折旧 一项呢 就是后续支出 但这里边呢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 关于初始计量 它是可以结合折旧呢 来进行处题 你初始计量错了 折旧不可能正确 折旧计算本身是没有难度的 小些用题 所以呢 即使考你折旧 它也是考 实际上它的重心 是在考其他的指令 再比如说 关于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也是可以结合折旧 来进行处题的 比如说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教材的 例三更期就是 那如果把资本化的会议支出 以固定资账折旧 实际上放到议题中 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这个呢 可以参考一下呢 我们刚提到的教材 例三更期 那么针对废话的会议支出 那么今年教材呢 也是根据呢 时日问答 做了一些重新的表述 但是一部分表述的内涵呢 和去年 它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 它的关键点呢 就一个 也就是说 与存货的生产相关的固定资产的 日常修理费 我们依然呢 是要进入到资产成本里边去 不再进入到的管理费用 以前可能就说的不特别清楚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们要求呢 需要特别关注 关于期末计量 那就涉及到了教材的第七章 资产减值 主要是涉及到结块诊词呢 第八号诊词 关于资产减值这一部分 也是可以结合折旧的 来进行出题的 当然这个基础知识呢 要学的非常扎实 像固定资产进行折旧的计算呀 不同方法下 折旧计算呢 你要学的非常利用 这是关于呢 确认计量的问题 那报告呢 自然就是涉及到了教材的 第二十三章 潮报告 这个我们放到的第二十三章呢 来进行讲解 而第三呢 就是关于处置 那处置时呢 需要注意账工处理 就是会计准则相关的表述 还有呢 关于处置时 然后对营业利润的影响进行购 你到底是转让出售 还是报废损失呢 关于清查试分 盘盈盘亏呢 两方面呢 来进行反握 而且在盘盈盈盈 进行账工处理时 盘盈呢 是要通过以前营的随意调整 正应对盘盈盈呢 是要通过的代处理 才能损益 而出售呢 需要通过固定资产清理 所以呢 在不同的情形下 要使用什么样的快递科目 这个可能也会随到呢 主关题快递费目的编制 这是关于呢 本章 这是本章呢 应该是近五年 这里边我们加了2016年 应该算是近六年 关于固定资产的一些呢 相关的考点 实际上虽然是新罗起步吧 但毕竟呢 是每年都会涉及到的 第三章固定资产 所以呢 它虽然做一个基础账结 但是和贵账结呢 是有非常强的结合 所以呢 在基础班册呢 我们要求把固定资产 这一章要好好学一下 这是关于呢 本章近五年 提醒提量分值 以及呢 考点分布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在本章各节前沿部分呢 已经做了介绍 只不过呢 我们是把这些内容呢 又给你综合到一起 也是提示各位呢 几乎是属于 每年必考的一个制列 而且考试的时候呢 既有隧道计算的部分 那么也有涉及到呢 这个史记的部分 有史记的部分 那即有涉及到呢 课关题的部分 那么也有涉及到呢 主关题的部分 那么游写学员呢 可能经过一轮的学习了啊 可能现在呢 已经处于呢 冲刺阶段 所以呢 我们在基础班次呢 也是把 关于本章固定资产 可能与后续章节的一些结合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首先呢 就是刚才呢 我们所提到的确认问题 那么确认呢 你在进行复级冲刺的时候呢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 图例使用权 还有呢计算机软件 因为图例使用权和计算机软件 它仅仅是一项权力 它实际上是一个无情的东西 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它也是可以作为固定资产的 来进行确认的 所以这一部分呢 可能会结合呢 下一张无情资产的相关内容 要注意结合无情资产相关内容呢 放到一起呢 来进行识别和判断 关于计量呢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像外购呢 一定要注意呢 两种特殊的外购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一定要注意呢 与教材第八章的结合 就是关于呢 设税问题 领取原材料 领取固定商品 要不要做进行税口转出 要不要适从销售 关于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它也会与教材的第十一章 也就是我们讲的借款费用相结合 那么针对自行建造固定资产呢 它还会与教材的第25章来进行结合 第25章呢 是我们讲的资产负贷表 日付时下 它怎么会涉及到资产负贷表 日付时下呢 说到前面 我们在讲一年真体的时候 已经涉及到了 那也就是说 已经建造完成达到 预定科使用状态 但是没有办法进行结算 我们是按照暂估值 来确定了固定资产入望价值 那么在 这个潮报告批准报出之前 那么如果做了一个 就是已经做了 已经出了一个结算报告了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它是属于呢 资产负贷表日后的调整之下 所以它会结合呢 第25章呢 来进行出题 或者是在呢 客观题里边呢 来进行出现 这个可以结合一下呢 我们本章的第一节的 相关以往年度的真体 要注意呢 与第25章的一个结合 那么关于投资者投入 会涉及到呢 教材的第16章 所谓的权益 所谓的权益里边呢 也有涉及到固定资产的相关内容 关于非货币资产交换方式 取得的固定资产 那么会涉及到第20章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当然也会涉及到的第17章的受准则 比如说我们是用自己生产的商品 然后呢 来换取呢 一台生产设备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它实际上是适用了受准则的规律 来确定呢 这个固定资产呢 它的取得成本 那如果说我是用专利权 来换取生产设备 那么就涉及到了第20章的 非货币资产交换 所以呢 非货币资产交换方式取得 并不一定 它就按照非货币资产交换 准则的规定 如果是一资产产品 来换取固定资产 我们适用的是受准则 切换准则第14号准则 而并不适用了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这一点呢 就要特别小心一些 关于政府补助 取得的固定资产 我自然是按照了 政府补助准则的规定 所以呢又会涉及到呢 教材第18章政府补助 债务重组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 我们是作为呢 债权人 对方呢 因为呢 他的流动资金呢 是因为缺口 然后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呢 支付款项 然后他是用 比如说大型设备的 来经济债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 我们就需要呢 按照债务重组的规定 来确定呢 您取得这一项固定资产成本 我们是以放弃债权的 勾引价值为基础 来经济算的 关于合并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 那自然就涉及到了 企业合并准则 那就是我们教材的第26章 企业合并 那如果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是按照这本价值 非同控的 我们是按照公寓价值 这是关于呢 初始计量 那么通过刚才呢 我们的讲解 我们可以发现 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就固定资产准则 本身的规定来说 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今天所学起的那种 但实际上呢 关于固定资产套的初始计量 实际上其他准则 也是有相应规定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 已经处于充斥阶段了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呢 建议做规纳总结 这样呢 就可以把整个教材的架构 建立起来 我们再说一下呢 后续计量 那后续计量 其中一项内容呢 就是固定资产折旧 而固定资产折旧呢 它会涉及到的 关于第七章 那就是资产减值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先继续折旧 然后呢 再继续减值 继续提完减值之后呢 再要求你来计算折旧 那就是折旧加减值加折旧 这样呢 就会出计算型单项选择题 当然对于固定资产折旧呢 还会涉及到教材的第24章 第24章呢 我们讲解的是 快政策快率估计 及其变更 还有呢 差速更测 这个呢 我们在前面也有提及到的 比如说 在资产负代表日 就是每年年度中两 我们对固定资产的 只有方法 预计净残值 还有呢 它的预计净残值 折旧方法 预计使用年限呢 要进行复合 当然我复合的结果 或原先的估计结果 如果不一致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要做调整的 要做变更 而这个变更呢 它实际上呢 是属于跨级估计变更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呢 又会涉及到教材的第24章 那么要针对呢 后继支出 关于资本化的会议支出 非用化的会议支出 这个一般呢 就是本账节呢 就给它消化了 那通常情况下呢 就是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呢 与折旧呢 来进行结合 构建了难度比较大的客观体 关于期末计量 那又涉及到呢 固定资产简直的问题 这个呢 我们放到呢 第七章来进行讲解 那么它是属于呢 鞋块准则 也有鞋块准则呢 第八号准则的内容 那么确认计量 那下面就是报告了 那么这个列报呢 就会涉及到教材的第23章 那比如说在资产负代表中 固定资产项目 如何来进行填列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是根据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加上了固定资产清理的账面价值 当然也会涉及到 关于现金流量的分类 那比如说我们建造的 一栋厂房 那相关的现金流量 可能就分为一个什么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所以呢 还要注意了相关现金流量 一个分类的问题 这个呢 放到第23章 那当然如果说 你已经进入到冲锁阶段 那么你在进行复习备考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了 各章节之间的关联度 那么处置呢 就会涉及到呢 对损益的影响金额 那比如说你处置时 可能会涉及到一个涉税的问题 这是我们讲的 所讲的关于呢 处置 而且处置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对于固定资产处置 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的 我们需要按照呢 第42号准则 相关的规定呢 来进行快据处理 那就涉及到呢 我们教材的第15章 那就是划分 这个我们讲的 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的 非流动资产出入组 还有终止经营准则 立写的相关规定 那么清查这一部分呢 那就涉及到呢 第24章 除了本章之之外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固定资产盘营 是属于前期插错 我们需要按照前期插错 更正的快据处理规定呢 来进行快据处理 那比如说 是给它截转到 进入到哪里面去呢 进入到流存收益里面去 当然这一部分内容呢 它还会涉及到呢 所得税的一些呢 相关问题 这就是我们CPE跨地科目 它为什么难 也就是一个基础章节 它就会和后续的一些章节 有非常相关的结合 你的初始计量 那么你的后续计量 实际上在其他准则里面呢 也可能有一些呢 相应的规定 那么本章节 和教材后续章节的 这个讲完之后呢 那么第三章固定资产 我们今天讲解呢 就全部结束了 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大家